7点15分 欢迎您去锁定面试早餐 马上带你来关心好料的咯 吃火锅最能够去走寒意 而大陆东北酸菜白肉锅 这腌制的蒜白菜呢 跟带皮的五花肉 一下锅哇这样一起煮呢 这香喷喷汤头酸甜回甘 热热吃实在是暖意十足 而且呢 镜头马上带你去品尝 是不同风味的酸菜白肉火锅 一口传统铜锅 喷发热气 滚煮酸白菜 五花肉丸子 和豆腐 坚持传统炭烧大配铜锅 比起瓦斯炉锅 汤头多了自然风味 灵魂主角酸白菜 更是店家最自豪的独门功夫 下锅后会上演变色秀 它在下锅以后 煮了一阵子以后 它又会变为翠绿色 从锅子里捞起来的酸白菜 跟没下锅的一笔 仿佛有魔法 还原成翠绿色 不加醋精天然发酵 锅里的主角酸白菜 可是温和酸中带甜 标榜正宗东北风味 原本是台中人气名店 很多镇商名流爱吃 台中市长胡志强 招待诺鲁总统品尝 名导演李安 影帝软金贴也是时刻 北上开分店 让这老滋味 台北也飘香 感觉吃起来就是有比较 有家乡味的那种 真的比较传统的味道 一层白菜 还要再撒一层的盐 东北酸菜白肉锅 台湾有不少爱好者 不同店家 腌白菜的腌法 都是最高机密 因为它是乳酸菌的东西 它是天然发酵 含乳酸菌非常高 所以对人体的消化系统 各方面都很好 讲话浓浓东北口音 来自大连 嫁来台湾就经营家乡味火锅 坚持选用 韩国白菜腌制 脆度比较高 跟东北风味相近 而台湾白菜水分容易软烂 五花肉也要选 猪肚皮五花肉 酸菜锅 蒜白肉也是大学问 如果吃锅不满足 还有手工北方饼 传承大陆手艺 韭菜盒子皮超薄 包进满满的馅料 还有东北带饼加糖薰肉 涮上特制甜面酱超饱足 东北饼 东北酸菜锅 都是冬天暖胃美食大热门